下載亞洲跟下載歐美對不對 那其實這兩段程式 其實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 網址 不過我剛剛還細步的把它再分析一下 我發現它的網址好像 我在雲端這邊有貼這個網址 剛剛同學有請我幫他貼上 然後我比較一下 我發現它好像只有哪裡不一樣 好像只有這裡跟這裡不一樣 好像其他都一樣 有沒有 還有後面這個不一樣 所以你就把那個不一樣抓出來 就是它的參數啦 當然假設你不想要去看那麼細部的東西 沒關係啦 反正就把這兩個網址當成是一個參數就可以 傳這個網址給他 那至於要怎麼改 我們可以這樣啦 我可以寫一個sub 這個sub是給他們呼叫的 所以寫一個叫什麼 叫sub下載好了 那這個sub下載 他這個enter一下好了 那這個後面的話其實 跟他們本身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在瓜糊裡面 請你加一個東西叫參數 那參數名稱我自己取叫UIL UIL就網址 OK 那如果假設在瓜糊裡面 有加了一個參數之後 那請特別注意 這個sub本身就不能夠單獨被執行 而必須是被呼叫的 那呼叫的時候必須要傳一個參數給他 他才能夠被執行 他不能被單獨執行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剛剛的下載亞洲 或下載歐洲的這個程式 把它移到這個裡面 移進去就可以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程式部分什麼都不改 只有改一個地方 就是把這個網址立法有沒有 把這個網址直接改成UIL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透過參數 傳一個UIL給他 他就連結到那個網站去 然後一樣做抓取資料的動作 其他都不變 那剛剛的下載亞洲裡面 其實什麼事都不要做 直接就是這樣子 把它這個放一個叫什麼 我們打一個呼叫 call什麼呢 call下載 後面的UIL 直接就傳一個東西給他 就是網址 所以呢 那個亞洲的部分的網址在這裡 所以把這個網址 Ctrl-C有沒有 然後把它Ctrl-V 直接貼到這裡面來 這樣就OK了 那下載歐美的話呢 也是一樣 就直接把它裡面的程式delete掉 直接就用call有沒有 call下載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就是直接把它的網址 改成歐美的這個網址 這叫歐美的網址 Ctrl-C有沒有 所以這裡的話呢 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是下載 然後直接就給它網址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兩段程式碼幾乎長一模一樣 只有網址不一樣 那如果假設你要把它精簡 所以其實有可能有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可能 那如果假設你每一個按鈕都長一樣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的參數抓出來 然後最後的話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參數在這邊 你用呼叫的 所以如果我把它改成這樣 第一個看到 就是重複的地方就沒有了 有沒有 就是這些把它獨立出來 OK 然後呢 加一個UIL 那我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其實喔 那當然你run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這個SARP因為它有參數 所以不能夠單獨被執行 所以你現在不能直接run它 必須藉由被呼叫的情況下 才能執行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我下載我亞洲的資料好了 那我一樣按F8好了 F8 那你會發現call的時候 它會傳一個參數過來 那這個參數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網址啦 有沒有發現 UIL裡面帶著什麼 就是我給它的網址嘛 所以你會發現呢 到這邊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個UIL裡面放什麼 就是我給它的那個亞洲的網址嘛 所以它去抓資料的話 它就會抓亞洲的網址啦 OK 所以同樣的道理 也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亞洲的喔 那如果假設下載歐美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 它就帶了一個歐美的網址過來了 有沒有 然後其他動作一不一樣 其實應該都一樣啦 所以執行一下 那歐美的資料應該就下來了 OK 有沒有 現在就被歐... 那如果你假設有第三個 有沒有 你說我要下載另外一個地區 譬如非洲國家好了 可不可以啦 或者是澳洲跟紐西蘭 可不可以啊 只要怎麼樣呢 帶一個UIL到這邊就解決了 所以請各位回去可以吃吃看 因為我發現同學就是做了很多的爬蟲 但是為了要整合喔 他可能寫了太多重複的東西 所以假如說你會用那個 就是呼叫參數的方式喔 產生一個獨立的SUB的話 那將來這個問題就不存 所以以後啦 這個下載的部分呢 其實只要帶一個參數給他 那就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那不簡單呢 所以一個等於爬蟲就可以爬非常多不同的資料 那我們可以幫助我們做一些資料的比較啦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一樣把這個 這一段喔 把它複製 那我一樣把它貼到這邊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我會把它放在雲端白板